原素瓶回復的還是比較快一點 現在也還有兩瓶 應該暫時都夠用 斜哥 喔 戰斜 戰斜 這幹嘛 看風景 還是會有NPC會站在那邊 升降 升降梯 這東西是 這東西升降梯啊 鎖上 同伴 喔 裡面有營火 可是我打不開 我怎麼進去 我過不去啊 好吧 那只能往這裡面走或者是往這邊走囉 那我先往這邊走看看 感覺很不想要把它鑽進那個洞的感覺 喔喔喔喔 什麼時候擋在這邊了 哇塞 什麼時候擋住我的去路了 最討厭走這種細小的道路了 一個不小心自己要摔死 尤其你每揮砍一刀你都會往前踏出一步 前有伏擊左 就是他 然後右邊這邊還有一個射箭的傢伙 來吧 好的好的 繼續走 我這邊感覺死了好多人 哇塞怎麼一路上都是這個 千有鑰匙另外接下來營火很有用 千有鑰匙 前面有鑰匙可以拿 然後營火的話可能就是剛剛那一扇鎖上的門吧 我就知道一定有敵人 是從這邊走嗎 哦 哦 至少在這邊解決掉他 哇這邊怎麼還有啊 哦 好多 哦 進來 OK 拿到了鑰匙了 這邊再走過去 我在走走看 這邊怎麼有點像那個一代的 是 飛龍俠谷 唉 發生什麼事了 呃 誰入侵我 話說我不是死人狀態怎麼還會被入侵啊 那這個是NPC囉 這一個應該是暗靈NPC啊 不好打 快要不要幹掉 哦 我的天啊 哇他這麼強的啊 這麼強怎麼跟他打 先躲進來 欸 發生什麼事了 給他來個被刺 不過好像對他沒什麼不是太大的用處啊 啊 他也喝 天啊 他好強啊 在喝 看他在防禦嘛 真是 在防禦嘛 啊 救命啊 無情的流逝 什麼東西 我把它消滅了之後他沒有留下什麼東西 好的吧 天啊那這條路還真的要繼續走下去嗎 居然還被暗靈入侵啊 天啊暗靈 果然是那個NPC喔 喔這邊可以走 這邊也可以走 又有好多路可以走才怪 這個不能走 好走吧 我 我怎麼印象中這裡過去好像就是要打BOSS啊 又是這奇怪的地方我不要過去了我不過去了 我決定等一下就到這邊 進去喔 那因為我拿到了那個鑰匙我先回去開一下 然後就回到這裡來先點燃這邊的營火吧 NPC嗎那個 那個 是要8000的靈魂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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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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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這兩個人有仇啊 他就是那個之前就是 我有一扇門走進去後面的門就被關起來了 然後他之前不是說一個故事嗎 他把一個男人給騙了 就是一個男人 搶在他面前先進去了然後反而他自己被關住了 就是這個男人 好啦 沒事 他們的私人恩怨就這樣讓他們去吧 那這一條路 全有害...喔 害果 都在這裡面 那我不要過去了 我不要過去了 暫時不過去 哇 我都忘了這傢伙復活了 這上面原來可以走上來的 喔 這邊還有這個 結晶蜥蜴 不要拋 不要拋 不能一直追他 這些人都追過來了 喔 天啊 太危險了吧 為了追結晶蜥蜴 結果下場就是... 不斷的被圍喔 喔 絕景嗎 還好啦 先有鑰匙 反正幹掉他 跳躍很有用 錢有寶物 喔 這裡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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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先走一下吧 這裡感覺是可以跳過去的 這裡感覺是可以跳過去的 不過算了 我從這邊...欸 我從這邊...欸 好 我從這邊跳下來吧 要很小心啊 要很小心啊 OK 毒栽醃球 是誰說是藥石阿 兩個人在這裡 啊 vacuum 才有駭國 前有頭目啊 所以這邊過來果然是頭目囉 是不是應該換 穿一些裝備 那重量什麼的就不管啊 反正以超高防禦力為主 呵呵 好吧 走吧 OMG 是這個boss啊 骷髏王 這要怎麼打 哇好多 喔 三隻啊 三隻要怎麼打 還有一個是法術的啊 還有一個是放法術的呢 是先幹掉法術的吧 哇 哇 越來越多了 看來不早點解決到他們 他們只會越來越多 喔 omg oh my god oh my god 派古車輪來了 哇 我沒有被刺他的意思啊 喂 喔 這台難打的這個 好 我這次就再一次不穿任何裝備進來挑戰 呃 有帶一個頭盔啦 應該是動作要盡量快一點 先把其中一個先解決掉吧 啊 太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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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水 砍死一個 又一個 又一個 呃哎呀 我沒有瞄準他的 還可以又瞄準他 呀 這一直後退啊 超囉嗦的 真糟糕 真糟糕 應該先去撿我的屍體才對 靠 還一直後退 超囉嗦的 還有骷髏王啊 派古車輪出來了 哇 才一次要對付這麼多的骷髏 哇塞 看來這每一個骷髏都是一個BOSS喔 每一個都要砍死就對了 這怎麼打 你看 nä 快跑快跑 哇塞 這個騰 pronouns 車輪 讓我躲一下讓我躲一下 讓我躲一下 OMG OMG 骸骨車輪的存在最麻煩了 是不是全部都被解決掉 骸骨車輪都被解決掉就好了 居然還被他打到 好會追喔 先補血 穩扎穩打穩扎 快跑快跑 他快死了他快死了 這是什麼BOSS 每一個骷髏都要打 剩最後一個了 OK OKOK 天啊 救命啊 還有人像 就沒有其他東西了嗎 骷髏王 結果到處都是骷髏 結果果然 果然其實不穿任何裝甲才是最厲害的 大家看我已經不穿任何裝甲 解決掉了兩個 兩個BOSS 騙了騙子 騙子是誰 騙子是誰 騙子在哪 這邊的BOSS都很奇怪 解決掉了之後也沒有其他的路可以繼續走 沒有其他的路可以繼續走 這邊有一條路可以走 我當初應該是從這邊進來的 然後我可以從這邊出去囉 我踩過來這邊是這邊 喔 這邊還有一條路啦 喔 這邊還有一條路啦 有機關 別慌張 一般時候也是把身上的東西先換一下好了 裝備什麼的先穿上 前有道具 個別擊破萬歲 前有道具 下去不是只有死路一條而已嗎 還是在前面 剛剛是要我踢落梯子的嗎 流油骨 這是NPC還是BOSS啊 NPC 哇 這邊還有一個NPC 還有什麼礦石好用嗎 這個我才不要咧這個 這個可以強化裝備的東西 等一下應該是要買一下 把奇蹟死者活化 這種東西我都不想用 好像也沒什麼太特別啦 說話 走走走 哇 這是什麼地方 這裡怎麼感覺有點像那個病村呢 先不管 先不管 駭骨 當心毒但是營火萬歲 營火又 好了 我知道是在這 哇塞 要過來這個 要過來這裡居然還有中毒的才能過來喔 喔 它有做這個效果 下半身是有進到那個 毒水裡面的 休息一下又回復啦 然後我想 然後我想 好 我們這一集就在這裡結束了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集再會 各位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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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